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杨风,今天12月5日 美国想要组成一个反中联盟,然后在这联盟之内,只要有国家,被北京贸易制裁, 美国就会发动联盟,大家一起来帮衬,互相帮忙,把被制裁的国家, 在贸易上所损失的金额,让成员国一起来共同分摊。 美国这个构想,第一是要针对中国, 第二是要帮助澳大利亚,给澳大利亚这个小弟,打气,表示支持, 希望澳大利亚在面对中国,在贸易上反制的时候,能够挺得住, 这个办法可不可行呢? 首先,美国可以找哪些国家,把他们拉进来,拉进反中联盟? 总不能找一些穷国吧?必须要找一些有一定实力的国家, 可以在考虑之列的国家,在亚洲方面,第一个考虑就是美日印澳, 四方军事联盟,日本和印度,印度的GDP,在2019年,是大约2.9万亿美元, 而且西方世界,非常的瞧得起印度,在西方国家所掌控的一些联合国的财经机构里面, 像是IMF,这是国际货币基金,还有World Bank,这是世界银行, 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以购买力来计算的话, 印度的GDP,已经是排名的全球第三,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但是,真实的印度,并没有钱,在今年7月份的中印边界纠纷的时候, 印度一直想要对外,大量采购军火,但是搞到最后,印度的财政,是捉襟见肘, 家中的余粮实在不多。 杨凤在之前的视频就说过,印度在和中国发生了边界冲突之后, 对中国的各种动作,其实就是一个投名状, 因为印度希望美国和日本能够帮助印度发展经济, 尤其是美国,印度希望美国能够把在中国的生产供应链搬迁到印度去。 我们换一个通俗的说法,印度其实是向美国要钱,需要美国的投资, 印度没有钱的,也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拿出来,去弥补澳大利亚的亏损。 那么,在亚洲就只剩下日本了,其实日本的财政也不好过, 日本的政府负债已经超过GDP的200%,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政府负债率最高的国家。 但是,按照日本过去的习性,他们的习惯,因为日本是美国的盟国, 如果美国要日本出钱的话,日本不会不出钱的。 但是,日本只会意识意识一下,出一些钱,来打发澳大利亚,来应付一下美国。 日本不想出钱,那很容易啊,民主国家嘛,只要说国会不同意,不通过,反对党反对。 因为,如果压力实在太大了,实在不行,那就搞一个世卫抗议游行活动,来抗议日本政府, 不顾人民的生活,却把大量的金钱拿去救济其他国家。 这年头,像别的国家要钱,不容易啊。 在亚洲方面的日本和印度都不行,那么,美国就只好去找欧盟国家了。 因为,大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嘛,但是,如果美国真的要找欧盟国家,那就得要厚着脸皮去。 因为,2018年,川普政府,向欧盟国家加征钢铁和铝的关税,美国和欧盟就处于一种紧张的关系。 这两年,美国不仅仅是和欧盟国家打贸易战,还要求北约成员国, 美国必须要提高军费的比例,又强行威胁,说要制裁,参与北约2号天然气工程的国家,还有那些企业。 美国这两年,和欧盟国家的纠纷实在是不少。 如果美国真的要厚着脸皮,去找欧盟国家要钱,那肯定是会碰钉子的。 同时,欧盟国家也会趁机会,跟美国谈条件,好让美国知难而退。 那么,不是还有英国和加拿大吗?都是五眼联盟国家啊? 英国自从脱欧之后,经济和财政就一直处于困境之中,英国现在是把全部的心力都放在经济发展上,这是英国脱欧之后的第一要务。 更何况,全球疫情流行之后,英国经济衰退,已经是自顾不暇了,哪里会有余钱来帮助澳大利亚呢? 所以这些日子,英国一直在忙着和一些国家来商谈要签订自由贸易区,来商谈贸易协定。 况且,英国已经答应了美国禁止使用华为的5G通讯设备。 这对英国来说,这已经是亏钱的买卖了,实在是没有余力再拿出多余的钱来,顶多就是派遣一艘驱逐舰,去南海自由航行,来支持美国一下。 这已经是最大程度的帮忙了。 那么加拿大呢? 2018年12月1日,华为财务长孟晚舟过境加拿大的时候,加拿大因美国的要求逮捕孟晚舟。 两年下来,美国一直没有提出引渡孟晚舟。 孟晚舟还在加拿大境内,这件事已经造成了中加双方的紧张关系。 孟晚舟案,加拿大可以说是被美国坑了不少,不大可能会应美国的要求,再拿出钱来,去帮助澳大利亚。 还是那句老话,向朋友们要钱,几乎是难于登天,还不如美国自己掏腰包,自己来。 更何况,北京手中的筹码是比较多的,杨凤打一个比方,如果今天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50亿美元, 那么美国就想办法来凑齐这50亿美元。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完结的,北京可以随时再加码,今天加码10亿美元,明天就再加10亿美元。 然后后天再加一个10亿美元,美国就自己慢慢去玩吧,让这个反中联盟慢慢去开会讨论,决定要拿多少钱出来,慢慢的去决定谁来出钱。 还不仅仅是如此,中国也可以贸易反制加拿大,或者是贸易反制英国,看看美国怎么样,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普罗东可能就漏了膝。 并且,今天北京贸易反制澳大利亚,就是要立规矩,来杀鸡儆猴,不仅仅是要警告澳大利亚,还要警告其他的国家,尤其是五眼联盟国家。 英国和新西兰,已经限制了华为的5G通讯设备,而加拿大虽然没有名言限制,但事实上,加拿大所进行的5G建设方案,一直都没有华为的参与,这些国家限制了华为的5G通讯设备,北京几乎都没有进行任何的贸易报复措施。 如果这些国家又参与到这样的反中联盟,占到美国的阵营来,北京很有可能会对这些国家也贸易反制。 现在疫情还在全球肆虐,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头,还不知道。 全球许多国家都还要仰赖中国的医疗设备口罩等,也必须要仰赖中国的产品商品。 因为中国是主要经济体重,唯一恢复经济增长的,全球比以前还要更加仰赖中国的供应链。 除了仰赖中国的商品,仰赖中国的供应链之外,大家还更加依赖中国的市场。 几乎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任何的悬疑。 今年2020年,中国将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消费市场。 就算是疫情结束了,这些国家也不可能会放弃全球最大的这个消费市场。 澳大利亚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在那边自以为是的,而认为中国必须要依靠澳大利亚的产品。 澳大利亚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别的国家可不傻呀。 我们就以加拿大为例子,加拿大因为孟晚舟案,跟中国闹翻了,但是之后,加拿大政府也一直小心翼翼的,没有再过度的去刺激北京。 日本方面也是如此的,而英国方面,虽然限制了华为的5G通讯设备,也曾经派遣军舰到南海自由航行。 但是,英国同样表达了,希望能够增进中英两国的经贸往来。 新西兰的经济实力比较小,我们就不说了。 其实,新西兰也非常谨慎,并没有过度参与到美国反中制华的阵营来。 除了印度之外,这些国家都是明白的。 澳大利亚,被中国贸易反制,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同样在警告他们,如果太过分了,下一个就会是你。 印度所采取的路线是不一样,印度是要坑中国,要基于中国的供应链。 所以,印度要比这些国家要闹得厉害一些,好博取美国的信任。 所以,美国所谓的反中联盟,希望大家能够同力合作,结合成一个合体,来共同对付中国的经贸力量,几乎是难以达到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问题。 为什么北京要敲打澳大利亚? 澳洲的领土面积,大约是769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大约是2500万。 GDP大约是1.37万亿美元。 说实在的,除了领土面积比较大,澳大利亚在实质上最多就只能算是一个中型的国家,但是却时常显得是高高在上。 澳大利亚也没有什么竞争力强的工业,也没有汽车工业,没有造船工业,也没有电子半导体这些电脑工业。 但是当美国在全球呼吁要禁止使用华为的5G通讯设备的后,澳大利亚是第一个跳出来,附和美国向华为下达限制令的。 最让北京反感的是,今年3月份,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 美国从3月开始,就不断的谴责中国,说这是武汉病毒,又说中国要负起责任,又要向中国发起赔偿,要调查中国在疫情的传播上作为的责任,要向中国发起天文数字的赔偿。 这些事情,澳大利亚都全部有份,并且是强力的支持美国,要成立调查团,来调查中国的责任,要求中国赔偿。 澳大利亚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中欧关系就已经破裂了,所以中国敲打澳大利亚,这是原因之一。 第二个原因,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国家之一,也是所有美国的盟国中,挑衅中国最为凶猛的。 对北京而言,拿五眼联盟国家来开刀,第一个,冲在最前面的国家拿来开刀,最能够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所以不找澳大利亚,去找谁呢? 第三个原因,澳大利亚的经济,是高度严重的仰赖中国。 过去十年,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总金额占比超过了30%,澳大利亚大约三分之一的产品,是出口到中国的。 澳大利亚,这么高的出口比例,是依赖一个单一的国家的市场,中国,却老是站在反中阵营的最前面,中国当然会先敲打澳大利亚了,因为这可以立即收到效果。 中澳两国的经济,是高度互补的,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铁矿砂,煤炭,还有农产品,酒类,肉类,卤制平衡,还有大麦,几乎都是天然资源,或者是农鱼类的产品。 澳大利亚,种植面积大,领土大,产量高,这么高的产量,要到哪里去,另外找一个国家来出口呢? 找不到任何替代国的。 今年年终的时候,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说了,他会想办法,找其他的出口市场,来替代中国。 当时莫里森看上了印度和越南。 但是,印度和越南,都有自己的农业生产,也都有固定的进口来源,吃不下澳大利亚这么大的量。 有时候,杨风真的为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捏一把冷汗。 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实在是太差了,只要随便找一个出口贸易公司,都可以知道这个道理。 全球的农业产品的产量,有一个固定的比例的。 而全球的农业消费市场,也有一个固定的比例。 生产与消费之间,大约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中国如果不跟澳大利亚购买,自然会向其他国家采购。 只要中国表达了采购的意愿,其他国家也会高兴得不得了, 会立刻增加产量,来供应中国的需求。 澳大利亚要去哪里找一个国家,去卖他们的产品呢? 找不到他。 所以这是非常简单的生产管理,还有销售管理的道理。 但是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还有澳大利亚的政治界的人物, 却天真的以为,中国不买,自然会有其他的买家。 更不要说了,在半年前,澳大利亚的政界,国会, 还以为说,澳大利亚的产品,品质优良,中国一定会买的。 澳大利亚这种政治人士,还有对商业贸易的看法, 杨风也没有办法帮忙。 其实,有不少国家,都有很高比例的农业生产, 是澳大利亚的竞争者, 像法国、巴西、阿根廷、新西兰、加拿大等,都是竞争者。 还有一个,美国,美国是最大的竞争者。 其中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这三个都是五眼联盟国家, 也都是澳大利亚的竞争者。 澳大利亚,这次太高看了自己, 也同时又低估了中国。 澳大利亚认为,中国不敢对他下手。 杨风要强调一点,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产品,除了铁矿砂之外, 中国都可以不要, 因为中国可以随时在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市场,找得到,买得到。 而且,想要跟中国做生意的国家,多的是。 杨风再强调一点, 澳大利亚应该要去找美国,把账给算清楚。 什么账呢? 美国和中国在今年1月15号, 签订了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在这协议中, 中国要在两年之内, 两年的时间, 来向美国采购, 多采购2000亿美元的产品, 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农产品。 对中国来说, 要先履行美中第一阶段协议的条约规定。 另外, 中国还得要照顾其他和中国友好的国家, 比如说俄罗斯, 要继续从他们那边来购买农产品。 所以, 这2000亿美元的金额, 这么大的单子, 再加上中国要向其他国家的采购合约, 就足够让北京头疼了。 现在中澳关系不好, 北京第一个会减少采购的对象, 就是澳大利亚。 这没有什么话好说的。 当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订的时候, 杨峰第一个念头是, 澳大利亚应该要紧张了。 可是, 澳大利亚却是老神在在的, 一点都不紧张, 杨峰也帮不了忙。 因为澳大利亚领导人的见识, 就是如此。 其实杨峰过去这两年, 很少去评论, 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能力, 但是对于澳大利亚, 杨峰真的是无话可说, 许多地方杨峰都看得出来的, 但是澳大利亚政界却无所谓。 所以, 澳大利亚需要去和美国把账算清楚。 根据杨峰的推测, 澳大利亚肯定是向美国求救过了, 所以美国也才会提出, 要建立反中联盟这个说法来。 但是刚刚杨峰也说了,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愿意出钱, 顶多就是日本出一点钱, 来意思一下, 到头雷, 还得要美国自己来买单。 那么, 美国会不会出钱买单呢? 杨峰对这一点, 是打上一个问号, 这十年来, 美国对外援助, 可以说是非常的吝啬, 非常的少了, 不舍得花钱, 美国不跟你要钱就已经好了, 还想要跟美国要钱。 11月19号, 中国外交部例行的记者会上, 有位记者问道,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 英国政府等, 在周三就香港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 重申对中国所采用的新规则, 要来取消香港民选议员的资格, 表达了严重的关切。 那时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他回答说, 不管五眼联盟, 有几只眼, 损害中国利益的, 要小心眼睛被戳瞎。 这是中国正式的揭示了, 要应对五眼联盟的挑战。 过去, 我们总说, 北京应对美国的打压, 总是慢一拍。 但是, 11月19号, 赵立坚这个说法, 就改变了这种趋势, 这也预告了, 拜登新政府, 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将会得到中国不一样的回应。 今天, 北京选择澳大利亚来开刀, 来立规矩, 警告其他的国家。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在11月17号的时候, 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份军事准路的协定, 这是一份准军事同盟的协定, 所以中国选择了这个时机, 来加紧对澳大利亚的发难,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而一个月前, 澳大利亚也参加了在印度洋所举行的, 马拉巴尔军事演习。 北京这是要阻止澳大利亚和日本进一步的动作, 这也是提前在拜登上任之后, 对中国所采取的围堵政策, 所做的一个布局。 详细的内容, 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提醒您, 我们的节目是有字幕的, 简理字和繁理字都有, 也提醒您, 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您才会收到新节目的通知。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